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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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操作之后谈出的提示 要求记者要授权自己的微信号登陆另一个叫聚众灵感的公众号 授权登陆之后又要求记者输入个人的手机号码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没有出现和厦门一通卡公司的有关信息 那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官微进行了辟调第一次流传这个消息在去年十月份就已经开始在朋友圈都在转发了 那这次应该算起来是雄本雄卡第二次免费发送信息的 那实际上再往前一点还有送Hello Kitty卡呀送情侣卡呀这种类似版本的 一通卡公司方面表示厦门地区使用的公交卡都是他们公司发售的 即使一些第三方机构发售的卡片也都是由一通卡公司制作的 不过工作人员透露目前他们确实获得了雄本雄卡通形象的版权 但还没有投入制作 有的是跟我们反馈说按照这些信息提示的操作方法 输入了他的个人手机号码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 然后有些粉丝是跟我们反映说隔了一段时间 他的手机号码会收到一些广告信息 那所以就怀疑说可能是信息被骗取了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雄本雄公交卡 发现在洛阳 昆明 南昌等城市也都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并且官方都出面进行了否认 记者尝试联系这个微信公众号最终也无果 那么这个风靡各地的送卡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为此记者咨询了法律界人士 一块是我们的公共账号上面可以吸粉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的事情就是 他有这个数据以后 以后可以进行一些商家的推出 就是推广的一些包括跟做广告 但是甚至有些商家就是为了图便宜 把这个我们的这些获得的信息 直接交给第三方 如果情节严重了 在我们现在刑法里面对我们去规定一个东西 叫什么 就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律师提醒 市民在参与一些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活动时 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最好和官方机构进行确认 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安全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是2月14号西方情人节 按照惯例 每年情人节这天 是不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日子 2017年本身就有一个幸福的谐音 爱你一起 在这个年份的后面 再加上一个2月14日 这日子就变得更有意义了 那么有多少情侣选择在今天登记结婚了呢 我们接下来就去四民区的婚育登记服务中心看一看 为什么选择在今天结婚呢 因为可以省一个礼物啊 就正好是情人节嘛 然后也比较好记的日子啊 很早就来了 很早就过来了 对 几点过来的啊 八点 七点多就过来了 这是一个情人节的一个祝福 一个这辈子应该说 这个情人节我们会迎记 情人节礼 送彼此一张结婚证 许你一个相知相守的一辈子 也许是最好的礼物 早上九点半左右 在四民区婚育登记服务中心的 办证大厅里 就坐满了等候领证的情侣们 记者了解到 此时现场预约号已经发出了近100张 已经有30对左右的亲人洗劫良缘 一早赶来的小黄和小思 排在了队伍中的第一梯队 九点多顺利完成了登记手续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 在毕业那年走在了一起 相恋已有五年多的时间 我觉得做情人做了这么久了 也要合法 然后就结婚了嘛 然后领了证 然后我想就结婚以后 我们两个能够同心同力 然后把我们这个小家过好 开开心心把日子过好 然后就是为以后 假设有小baby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 首先就是先打拼一个房子出来吧 每年的2月14日5月20日等 都会是新人们扎堆登记的好日子 而今天也是私民区婚育登记服务中心 在去年11月迁入私民区行政服务中心后 遇到的第一个登记扎堆日 今天全天共有190对新人在这里完成了婚姻登记 情人节的这一天 基本上每一年人数都比平常多 那么多会翻倍 最起码翻两三倍 那么基本上的话 我们在春节前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增加人手啊 那么等等方面的一些事情都在做 记者小慧吴国豪报导 我们看到虽然是西方的节日 但是现在选择过情人节的国人 也是越来越多了 而众多精明的商家 也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于是在情人节里 各种相关的产品也层出不穷 从普通的鲜花 到节日定制的理财产品 浪漫经济在这些天 也成为了市场中的甜蜜热点 鲜花一直是情人节的必备品 上午 记者在西岸路花卉市场的一些花店看到 各式各样包装精美的玫瑰花束 被摆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娇艳的花朵吸引着不少顾客前来购买 商家告诉记者 情人节一般都是玫瑰花的销售旺季 因此他们从几天前 就开始在调货运货包装成品的花束了 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 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 现场也有一些电商商家前来进货 做起了鲜花配送的生意 比如说有人给我们下单 我们就帮他们配送嘛 也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帮他们完成 他们就是对另一半表达一个爱意吧 甜蜜的日子和心爱的人 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也别有一番温馨浪漫 情人节当天 爱乐之城 合约男女等爱情题材的影片 集中上映 在甜蜜的氛围中 也增添了一份文艺的清新 晚上可能黄金厂制 主要是排在那个爱乐之城 我看今天的上座率 已经还蛮高的 刚好是比较贴合 那个情人节主题的 趁着这个节日 我过来出来看一下电影 除了商业企业举办各种活动 烘托气氛促销商品之外 一些金融机构也赶着这个节点 特意推出了应景的 情人节贵金属和理财产品 我们情人节针对我们情侣 就是客户他推出了一些 金的饰品 那比如说我们有个爱心 金钥匙的一个挂坠 开启对方的一个心灵 也代表了这个情人 是可以走得长远 我们有推出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是 记者何鸿林 高志强报道 学校一开学 不少孩子的吃饭问题 就全靠学校了 因此各大中小学幼儿园的 食品安全责任也更加重大 近日 私民区市场监管部门 和私民区教育局就联合发起了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 专项检查 严查校园内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近期的检查中 检查人员抽查了东浦幼儿园 从食堂的洗菜池开始 一直到食材的保存 食用添加剂的品质 用法 用量 以及菜样的采集和相关文字 记录等都做了详细的检查 不过 在这当中 检查人员最关注的 是食堂工作人员的健康情况 因为最近 最近疾控中心有发一个预警 就是诺如病毒的高发期 那我们针对这个特点的话 我们有加强对人员的一个管理 就是人员的话 这个每天要沉检 就是保证人员没有带病上岗 从检查的结果来看 东浦幼儿园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 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没有发现明显的违规问题 此外 原方还在去年年底 建立了明厨量造系统 通过六个监控探头 全天候监控后厨 督促工作人员规范操作 市民区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目前 全区的公办幼儿园 都基本实现了明厨量造 这也是他们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在对云顶学校的检查中 检查人员在烹饪间的操作台上 发现了一瓶已经开封的调味料 按照瓶身上的提示 这瓶调味料开封后必须冷藏保存 但工作人员却忽略了这一问题 现场 执法人员也要求 校方规范后处的日常管理 目前 全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专项检查 仍在继续 对于发现的问题 相关部门将历查历改 不给食品安全风险留下空间 记者刘宁杰 吴国豪 通讯员张薇报道 接着来看 2016年配租的第一批保障性租赁房 选房活动今天举行 共有2695户申请家庭参加选房 选房将持续到本月28号结束 节中选中现房的申请户 在下个月21号到23号 就可以办理交房入住手续了 选房活动安排在建设大厦举行 2695户申请户中 有27户已经在昨天下午 首先完成选房 今天开始进行的是 2668户正常轮后家庭的选房 他们当中又分出 优先和适当优先家庭 可以优先或与正常轮后家庭 按照4比1的比例参加选房 林先生陪同阿姨前来选房 她的阿姨是低保护 具有优先选房权 他们如愿以偿地选到了 东方新城AD块的一套 两房一厅的县房 因为也排得比较早 那选到的房源也相对比较满意 这次选房共安排房源 2725套 分布于岛外东方新城 阳塘居住区 后夕花园 信仰居住区等12个保障房小区 其中现房926套 7房1799套 今天起 是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计划安排11个工作日 完成对剩余的2668户 申请家庭的配租 选房活动将持续到28号 此外 对没有如期参加选房的申请户 还会在3月1号下午 安排一次补选 按照我是批次轮后选房规则 没有参加第一批选房的申请家庭 在选房活动结束后 他们的轮后顺序号 也将自动作废 如有需要必须重新申请 这次选房交房的时间 也已经确定 分现房和期房两种 选中现房的申请户 可以在下个月 办理交房入住手续 而选择期房的申请户 则最快也要到明年9月 才能拿到住房钥匙 包括阳塘居住区后 西花园在内的现房 将于下个月21号到23号 这几天办理交房手续 那期房部分的话 会根据各个项目进度的不一样 在明年陆续开展 办理交房手续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 男子去轮渡搭错车 竟然打算划船 从祥安到轮渡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不久前 施荣考评人员 在走访中发现 环岛干道会展中心周边的 多处地下通道 存在管理不到位的现象 在向责任单位 是公路局反馈了 相关情况之后 后续整改工作 进展如何呢 今天的市容询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相关的走访 是在节前进行的 当时考评人员发现 环岛干道 靠近会展中心的 塔普 菜岭 茂后等 六处地下通道 普遍存在保洁不到位 墙体斑驳失修 顶棚集结大量蜘蛛网 通道内灯具损坏严重 个别通道损坏率 高达50%等问题 考评人随即将发现的问题 通报给了管理单位 市公路局 在这次劫后的走访中 送巡查署发现 通报的问题 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 所走访的通道 保洁状况良好 损坏灯具 已在陆续修复的过程中 通道壁顶棚看得出 经过了彻底的清理 仍然不足的是 墙体斑驳失修 和个别通道渗漏水的问题 考评人希望 市公路局 能够在现有整改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 几处通道的日常管理 记者刘华报道 元宵节过后 一些流动摊点 夜间大排档 战道经营的现象 又开始出现回潮 昨天晚上 四民区城管执法局 出动300多人 分多路 对全区范围内的 夜间露天烧烤 小吃摊战道经营 再建工地 施工扰民等问题 展开执法 这也正式拉开了 四民区春季 市容环境秩序 集中整治行动的序幕 昨晚9点多 城管执法人员 整装出发 沿着文云路 公园东路 夏河路 郑海路等路段 开始了集中整治行动 在四民南路 有一些战道小吃摊点 经常占据在小巷口经营 跟执法人员玩 你来我走 你走我来的游戏 但这次 贪犯们正要开溜 就被执法人员给围住了 在海后路 开原路口 有多家海鲜大排档 一到晚上就摆出桌椅 战道经营 还把帐篷搭到了人行道上 阻碍行人通行 也使得这里的卫生环境 十分脏乱 执法人员对这些战道行为 依法进行了取缔 一个是晚上 像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就是直接 把他们战道的这些桌椅 就直接进行一个战扣 那另外就是平时呢 我们在接下来这几天呢 也会对这些店家呢 开具这个执法通知书 那按照他们这个 战道的便机呢 依法进行这个罚款处理 记者了解到 春季夜间适容综合整治行动 将持续到四月底 重点打击私民辖区 52条主次干道的战道经营 跨电经营 污染空气等行为 私民乘管方面介绍说 他们将根据这些 夜间违法行为的特点 采取错时执法 延时上班等模式 加大夜间适容整治 要持续这个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接下来局里面会根据 这个几个区块的不同情况呢 要制定这个时间表 那依次推进 分成几个这个区块 这个合理的安排这个力量 进行这个专项整治 记者咸云端志伟报道 今天下午 湖里城管执法局 联合辖区公安街道等部门 对五通高陵公园北侧的 违法建设集中区域 进行了清理整治 共拆除违法建设实处 总面积达9200多平方米 根据计划 接下去城管部门 还将对这一片区的 历史遗留违建 进行彻底清理整治 湖里区的五通泥金社和 精灵田头社 一直以来都是违法建设 比较集中的区域 走在社区里 随处都可以看见 大片的铁皮搭盖 这些违法建设 大都是用作厂房出租 其中不少铁皮搭盖 在去年的墨兰地台风中 遭到了破坏 一旦遇到大风 屋顶是铁皮乱飞 不仅严重影响了市人环境 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现场湖里城管执法局 出动300人和多台大型机械 对片区里的实处违法建设 进行了强制拆除 干结构 铁皮 还有砖粉结构的也要有 之前就是当作厂房 厂房出租 干结构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 然后结合这次整治 我们就是消除安全隐患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提升市龙这方面 城管执法人员表示 这次拆除行动 仅仅时刻开始 由于这一片区已经规划为 地铁二号线的一个站点 接下去他们将对这一片区的 违法建设进行彻底清理 预计拆除面积将超过 八万平方米 拆除工作将力争在 三月底前完成 先起把上面的铁皮先拆除 然后接下去根据计划 再接下去进行整体拆除 之后的话就是以地铁建设为主 这边就不允许有任何的 那个违建进行程呢 记者公家段志伟报道 有这样一名外地男子啊 在元宵节这一天来厦门投靠亲戚 可是人生地不熟误打误撞 跑到了祥安欧错附近海域 为了回到厦门岛内 他竟然另辟蹊径 想划船过去 只是他选择的是偷别人的船 半个小时不到 男子就被逮了个正招 11号上午9点半左右 沃头边防派出所的直搬民警发现 欧错入海口附近出现一名陌生男子 在四处徘徊 行迹有些可疑 这个人现在就是往码头走 他刚才从这边过来 然后在那边闹一下 我们觉得这个人比较可疑 半小时后 直搬室的小型船舶预警系统发出提示 一艘渔船刚刚驶出码头 正缓缓地朝着厦门岛方向驶去 民警立即与船主联系 可是船主表示 他没有安排人员出海 民警随后将这艘渔船的行驶轨迹 航速 方向等数据 通报海洋渔业部门 并第一时间赶往码头 在离码头约100米的海上 成功将渔船拦下 并抓获了开船的嫌疑人陈蒙 他把船船解掉了 解掉以后把船拉过来 人蹬到船上去 然后他要启动 船上的动机他不会启动 就用船上的桨去滑 所以速度就很棒 经审查 违法嫌疑人陈蒙 打算去轮渡附近投靠表哥 因为搭错公交车 阴差阳错地来到了祥安欧错 身上没有钱的他 听说欧错离岛内轮渡 海上距离不远后 一时冲动就下海解开这艘小渔船 准备滑到轮渡去 目前陈蒙已经被处以 治安拘留10日的处罚 民警介绍 这套小型船舶预警系统 可以说是管控海上治安的千里眼 可以掌握船舶进出港的各类信息 如果渔船海上遇险 系统还会自动发送短信 通知附近的三艘船舶参与救助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系统是 船去到哪里 我们能精确定到这条船的位置 就便宜以后台风天安疫险 我们就及时能知道船的位置 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记者咸云通讯员彭志祥报道 广告之后 我们来共同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评价我是空气质量的六项污染物指标 除了PM10浓度达到量级标准以外 其余五项均达到了优级标准 而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56 空气质量为量 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路面行驶的公交车曾经是空气污染的来源之一 但是随着天然气 电力等新能源公交车的投用 公交车的污染问题正逐渐得到解决 而与此相关的配套设施也在不断优化当中 最近上海市的一处纯太阳能充电公交场站建成使用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首个绿色低碳公交场站在浦东上南公交高科西路停车场正式投用 并首次实现对新能源公交车进行太阳能充电的模式 过去公交车以燃油为主 大量的尾气排放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 上海从2007年就开始使用纯电动车 2014年开始大范围引入电动车以替代燃油车 去年6月 上南公交正式开始屋顶光伏电站的建设工作 在高科西路停车场试点安装195千瓦的屋顶光伏发电系统 太阳能电池板面积约2000平方米 让公交场站屋顶变身成为一个纯太阳能发电站 自10月份试运行以来 高科西路停车场实现日均发电600度 目前共发电近4万度 预计全年发电量达20万度 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近200吨 氮氧化合物6吨 标媒60吨 太阳能的成熟运用和推广 已经满满深入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 未来相信还有更多领域会引入太阳能发电 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 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模式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日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到粮 首要污染污为PM1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节后我是企业用功缺口有多大 企业和政府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求职者对薪酬福利又有哪些要求呢 请您收看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是小丹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